二姑姑 你给我抱着破碗干啥呀 你不是被狗咬了吗 没咬着 就那条破狗刚一过来 我当一脚就让我踢飞了 华川 再警告你一次啊 以后当着外人的面 千万不要说你踢狗了 一定要说那条狗 疯狂的在咬你 你和那条狗是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你说对了 我就是跟那条狗有深仇大恨 不光跟那条狗 我跟你还没法说 我问你 那条狗是不是整天在咱们小区 拉屎撒尿 对对对 我跟他的主人说多少回了 让他拴起来拴起来 就是不听呢 看看 我刚刚拍摄的证据 豪华汽车的车轱辘 你看尿成什么样了 这又不是你的车 你管那些事干啥 从现在开始 这辆豪华汽车 我就说是我的 我要为小区 伸张正义 从你居里边说出正义二字 我怎么这么甚的慌呢 黄小倩 你知道小米粒为什么不喜欢你 就是你的身上缺乏正能量 黄小倩你好好想想 要是因为这件事 那个狗的主人把狗拴起来了 小区的居民是不是对你另眼看待 你是不是做了一件好事 你在小米粒的心目中 是不是就变成了英雄 二姑婆 听你这么一说 我感觉我整个人很正啊 废话 你跟你二姑在一块 什么时候我歪过 出发 大鹤 我跟你说 这事太气人了 你必须再严重 我跟你说 你们小区屋业要是不管的话 我明天 我明天就去派出所 我马上帮110 不是 小卢啊 哎 小卢啊 你先别着急的 你没啥事啊 哎呀 有人下黑角 有人踢我儿子 不能啊 你还没结婚呢 你怎么会有儿子呢 哎 你怎么给忘了呢 你还抱过他呢 哎 我儿子可喜欢你了 哎呀 我还当是谁呢 是他呀 你不是还说过 要给他当爸爸吗 儿子 来 叫爸爸 哎呀 他叫啥呢 叫爸爸呢 你看这么多甜呢 孩儿的爹 哎呀 不是 那个 哎 不是 你说 咱们肯定不能让这个凶手 白白的这么欺负男儿子吧 对对对 对吧 你是喊他爹 你得管吧 不是 是不是 小卢啊 不是 你先这样 你先别紧张 坐这 坐这 有什么事咱慢慢说行不 到底因为啥事啊 好 我跟你说啊 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嗯 今天 我带着我儿子 在小区散步 我儿子走在前面 我走在后边 哎 你猜怎么着 我就一眼没照顾到啊 有一个人踹出来 当着一脚把我儿子给踢了 哎 踢完他跑了 啊 这人是什么样 你看清楚了吗 我没看见呢 哎 我就看见一个背影 不过这个人啊 从背影上看 就是一个肉包子 哎 他踢完房儿子就跑了 明白了 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 你放心吧 这事我一定管 啊 一定要爱护动物 就是 尤其是爱护小动物 是吧 多可爱的人呢 是吧 我回头啊 我去查一下监控 哎 太好了 太不像话了 哎呦 你看看都直抖 行了 哎呀 今天宝宝受委屈了 来来来 我看看 哎呀 你看我 博文心的画面呢 你别说 你们爷俩啊 这颜值 一个比一个高 哎 这帮邻居们 你们说他们爷俩 像不像啊 不是 别跟着瞎喊啊 我跟你说 这要是传出绯闻上了头条 谁都接不住 我跟你说 小刚啊 哎 你咋来了 你呵呵 人不少啊 不是 你啥事啊 什么事 有人被狗咬了 你知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我光知道有人踢狗啊 谁被狗咬了 马上让你知道 进来吧 大狗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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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气啊 你是被狗咬了 还是被鳄鱼咬了呀 大狗猫啊 你是没看到那条大狗啊 要不是我跑得快 就剩下一条嘴了 我明白了 这是被咱熬咬了呀 啊 咱们小区不能养大型犬呀 你放心吧 大狗猫给你做这个煮 啊 必须查出来啊 必须查 严惩 必须严惩 哎呦 哎呦 儿子 儿子 就是这条狗 就就他 你别动 你给我转过去 啊 就是你啊 孩儿子弟 就是这个肉包子 踢了咱俩儿子 你不刷开 我不刷 你刷开 不刷 二胡锅 刷 刷开 刷开 哎 这位女士 你家狗咬人了 你怎么还这么凶啊 啊 还有啊 你这狗 在我那豪华汽车骨肉上撒尿 你得赔啊 你选你 我 我小区正义的化身 哎 哎 我明白了 你们俩这是一件事 是不是 对 你说他踢了你的狗 对 你说他的狗咬了你 是不是 来来来 快会坐这吧 坐下 坐下 这样 咱别着急啊 心平气和 是吧 咱们来谈一谈 怎么解决吧 好 那咱就说明白 嗯 孩儿的爹 哎呀 这个肉包子 必须赔偿我儿子一切损失 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一万块钱 你掏吧 等会儿 二伙父 这里边咋还有赔钱的事呢 当然有赔钱的事啊 你起来 起来 哎 给你介绍一下啊 王小切先生 现在是我公司的副总 哎 你闭嘴 月薪两万啊 哦 两万是吧 那正好 你掏两万吧 谁掏啊 你家狗咬人了 你赔人家 哎 咬成这样 住院就得半年 啊 这就得十万 啊 医药费 物工费 精神损失费 你这么着吧 你打个折 啊 你给二十五万吧 你疯了不你 二十五万 我真掏你敢拿呀 哎呀 你掏出来我就敢拿 我还没见过钱 你怎么着 哥 哎呀 孩儿子 你 哎呀 哎呀 哎 是裸裸的美人技啊 这是 哎 哎 哎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什么美人技啊 你是美人技吗 赵刚子你给我挺住了啊 他家狗咬人了 必须赔偿 哎你胡说什么呀 我儿子从来不咬人 再说了 就算他咬人 也是他先踢的 啊 你看看把我儿子踢成什么样的 啊 这要知道是什么后一阵 后半生就完了 他还后半生 王小切先生已经没有后半生了 啊 咬成这样 肯定得狂犬病啊 他要是得了病 他就得咬我 咬了我 我就咬你 你是物业的 你得了狂犬病 全小区域都得被传染 别在那里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踢没踢人家狗 踢没踢 没踢 是狗咬的我 往是跑了 你踢了 没踢 你踢了 没踢 先先先 我没踢 哎 这有什么好争的 你家狗不咬人家 人家能踢吗 你让他咬我一个试试 我踢不死 你让他咬我一个试试 你踢了一个试试 盼来你对我 前世风还不太了解 我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哎呀 我告诉你 我脾气不好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要是急了 我连我自己都打 哦 那他就是欠仇 你怎么说话呢你 说你呢 你就是欠仇 行了 都行了 你们还解决不解决问题 解决 解决问题就不要吵架 都过来 对 王老强 这样 你把那个详细经过呀 你跟我说一遍 大姑父啊 是这么回事啊 你这样 你站起来说 哎 今天早上 我迈着愉快的心情 在小区里边散步 突然 我就看见他的狗 对 嫌疑狗 在二骨子车上愉快地杀尿 你这令人发指啊 这事我得管呐 必须管 于是乎我大喝一声呆 那是纯爷们儿这是 这条狗 不仅没有停止杀尿 而且向我发出了 猛烈的进攻 你多撑狂 露出了 干净的面孔 这狗鸡跳墙啊 后来呢 后来 就被我二骨 抱成这样了 你这不废话吗 你能够包扎一下吗 大动脉都咬破了呀 我跟你说 你失血过多 你人就没了 你拉倒吧 就这么个小狗 能把王老强 大动脉咬破咯 幸亏我及时赶到啊 大姐夫 我要是不予以制止 这条狗把王老强 整个就吞下去了 你胡说 哎 他血口喷人 哎 金方邻居们 你说这么小的狗 他这么大个 吞下去 他不撑死了 再说了 就你这一身臭肉 我们家狗的看着你啊 谁吵嚷 你 谁吵嚷我 你 我上个月刚起你咋 不是 你家狗 要不往我二骨 车上撒尿 我能踢的吗 啊 我明白了 哎 我明白我们家狗 为什么咬它了 假如你撒尿撒一半 别人当着一脚踢你一下 你不激眼呢 二骨 他说这有道理这 有道理个鸡爪子也有 我有证据啊 哎 你是经理啊 物业的 看看 我这豪华汽车 这咕噜都尿成什么样了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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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这怎么称你的豪华汽车 你不是这个车呀 怎么不是 这不是你的车呀 这是我姑奶奶的车呀 我开回来了 你拉倒吧 你什么时候有了姑奶奶呀 哎 我有个有钱的姑奶奶 我还跟你汇报一下啊 没问题啊 这个车我怎么看着这么眼 这是我的车 不是 你确认吗 我的我能看错吗 前什么 前什么 来来来来 我跟你确认个事 怎么 这是你姑奶奶的车吗 我亲姑奶奶的车呀 哦 我亲姑奶奶对我非常好 一把屎一把尿 帮我拉扯大呀 怎么啦 来来来来来 是不是 这事好解决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我带你见个人 他就是曾经一把屎一把尿 帮你拉扯大的 你的亲姑奶奶 过去吧 快见亲姑奶奶 大真的 我就是你姑奶奶 叫吧 你等会儿 我凭什么叫他呀 这车是谁的 是他的 那你胡说八道 我自己家的狗 在我自己家的车上 尿尿 你管得着吗 我跟你说 刚才说的就不是狗尿尿的事 那什么事啊 是狗咬人的事 我差点都把我搅和乱了都 二姑二姑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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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哪儿去啊 老我刺弄了 刺弄什么 你坚持一会儿 我真老刺弄了 不是 我跟你说 大姐夫 他这是狂浅病的全照啊 他马上就犯病了 往前 你怎么 你这有反应吗 有啥反应啊 我二姑包的太紧了 里边老热了 老刺弄了 那你坚持一会儿不行 我的天哪 我坚持是啥 我坚持 前准 别说话了 我怎么觉得这个事 这么不对劲呢 怎么不对劲啊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没有 跟你没关系 你怎么就这么热心呢 我是个小区的议员 是啊 我为小区 伸张正义 你我的妈 这正义两个字 从你前身分嘴里说出来 我怎么那么深得慌呢 你深得慌 我都深得慌 不对 怎么了 你这里边一定有事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你说不说 你不说这事我不管啊 别别别别 我说 我也不怕说 我就是看不惯他 帮狗的那个 就说你呢 我不光看不上他 他全家我都看不上 大姐夫 我跟他爸爸做的是一样的生意 我都谈了半年了 辛辛苦苦谈了半年呢 他爸爸 昨天把合同给签了 以后根本做生意的嘛 严重违反经济道德呀 这是 伍妹 前准分啊 哪有你这么做事的呀 你对人家爸爸有意见 你去找人家爸爸 你拿人家规矩撒什么气呀 你说你哪有你这么干事的 你先个老爷们吧你 王小庆 听明白了吗 他拿你当枪使呢 明白不 我明白了 二姑父 我跟你在一块待时间长了 咋玩得歪 没事 你大姑父给你挣过来 我算明白了 你这叫公报私仇啊 怪不得我爸抢你生意呢 我一会就告诉我爸 以后把你生意全抢了 你还不好意思说这话 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你爸去 我觉得你爸爸岁数大了 我怕伤害他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没完啊 我先跟你没完 赵经理 你跟我没完 我先跟你没完 你还不讲理了你还 哎呦 卢总 哎呀 卢总啊 你看你这么忙 您怎么还来了呢 来来 快坐点 妈 我一进家门啊 他妈就告诉我嘛 回这事的跑这来了 我不放心呢 这孩子脾气不好 我怕他一会儿跟别人干起来了 不会 不会的 他们已经干半天了 啊 妈 这不怨我 他 还有他 哎 他们俩和亲伙来欺负我 他们不仅欺负你女儿 他们还踢你孙子 哦 踢我孙子 孙子 告诉爷爷 踢你哪了 哦 踢小肚肚了 小肚肚 爷爷 给你报仇啊 啊 过来 就咱 钱顺风 哎呀 滚 一个臭小子 你还生气呢 啊 哈哈哈哈 钱经理啊 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呢 我出差不在家 啊 我回来以后呢 公司的人给我汇报了 啊 说抢了你一单生意 我一了解呀 这一单生意啊 是一直都是你在做 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 啊 哎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后边啊 还有一单生意 比前面那单生意还要赚钱 我把它让给你了 虽然我们不经常见面 但这次的会晤 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正啊 是吗 是的 哦 不光你很正啊 你培养了一个女儿也很正 哎哎哎哎 你刚才怎么都这么说了 哎 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啊 爸 哎 老爷子 你看这位年轻人 他把你女儿的狗打了 你的女儿并没有换随他 一直在给他道歉 二虎 闭嘴 坐下 女士 哎 你看看你的狗 没有事吧 如果有事的话 我愿意带他去看病啊 医药废我都包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我说的 好 我们家狗啊 在我们家跟我地位一样 我月工资两万 这样吧 我给你打个折 你就赔我二十五万吧 行了 闺女 怎么过不去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说 他踢了你儿子 那他怎么不踢你老子呢 可见你儿子呀 也有不减点的地方 再说了 我们公司有错 抢了人家的生意 你说他能不急吗 狗急了还咬人呢 是不是 陈经理啊 哎 我说的对不对 对 我确实是急了 那我也得说你两句啊 你说你一表人才 堂堂正正的一个企业家 是是是 你说为这点事儿 哎 你跟个小狗过不去 啊 这我也有错 我也有错 怎么样 这事儿 没事了 没事了吗 没事了 没事了 这样多好啊 对对对 罗总啊 做生意 讲究是个诚信 是 街坊邻居讲究是一个和睦 其实遇到事儿以后 大家各退一步 多声一声对不起 多说一声没关系 不就过去了吗 对对对 当然 有些个别人 没事找事儿生怕天下不乱 这种人一定要把他揪出来 对对 这种人必须揪出来 谁呀 你们说是谁 街坊邻居 说别人对得起你吗 啊 就你在这中间捣乱 我问你 误会 王小倩 到底被狗咬没有 王小倩 啊 王小倩咬了 啊 咬了 王小倩 你要是真被狗咬的话 赶紧去打一针狂犬疫苗 一直不行啊 狂犬疫苗 一次得打四针 连打一个月 对 真不用 大虎虎 啊 我还没被狗咬 你瞅着啊 看着啊 我啥事儿没有 看 我还用大笑门 看着 看着 看 我可怕精神了 一点事儿没有 看 我是不是挺精神的 我啥事儿没有 我啥事儿都没 王小倩变得前兆 你放心 祖祖祖啊 医药费我包 哎 挖签 挖签来 上医院上医院 全是不是啊 这小伙子 闹得有没有被狗咬啊 哎呀爸 你看这狗这么小 牙还没找权呢 对 您放心吧 都是我那妹夫闹的 没事没事 赶紧拦着 别让他真打呀 不能 打针不得花钱吗 我那妹夫偷的呢 他没这么缺心眼 啊 母妇救我呀 大母妇 我跟你说话 小倩 不耽误时间 四针在一块儿长 大母妇 哎呀我的妈呀 他真缺心眼啊 写真本啊 你可不能扣人家 包小倩啊 写真本啊 爷爷给你检查身体啊 配个鞭子 配个合室共振